转换一下心情来看影剧消息 景荣呢跟Jaline对姐弟恋交往已经两年多 而今天呢有周刊爆料说其实景荣已经两度向Jaline求婚 还带Jaline到纽西兰见父母 不过求婚悖剧 但男主角却说没这回事 1 1 2 3 景荣出席代言活动一连就推了十几下的健身滚轮展现好体魄 但却有周刊爆料VJ恋谈了两年多 景荣已经向Jaline求婚两次 一次是去年在英国伦敦的爱之旅 一次则是过年带Jaline到纽西兰见父母的时候 但因为都只是口头说说两次Jaline都没有答应 跟Jaline求婚可是都被拒绝 谁说的 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听过 撇清传闻强调没有向Jaline求过婚 也没有结婚打算 但却松口Jaline已经得到父母认可 爸妈妈是不是很喜欢Jaline讲一下 喜欢 喜欢 喜欢她什么 就喜欢她的个性 喜欢女生有腹肌吗 喜欢 觉得Jaline的腹肌怎么样 不错 谈到Jaline景荣越来越愿意正面回应 但却也传出就连景荣经济约满 想转而加入蔡依林的经纪公司都惨遭退货 VJ恋虽然吵得火热 不过谈到婚事恐怕还有等等 有点TV 陈婷 陈静怡 泰波导